大雨滂沱讓新北市細紙的福德街寒洞 成了大水蛙 不只車子要過得涉水 人要走更是舉步維艱 附近住民幫助老人家走過水蛙 還有積村因為泡水拋錨只能用腿的 得要加強排水才能避免這樣的情況 再度發生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 和東北季風發生共犯效應影響 北臺灣雨勢相當明顯 警方也出動封鎖淹水路段 另一邊細紙伯爵山莊也因為大雨 發生土石 攤防意外 山邊整片土石崩落還波及到山莊住戶 所幸沒有人員受傷 警方也立即趕赴現場拉起封鎖線 並將53戶共130人通通撤離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趕赴現場勘災 除了要思考如何收容住戶 同時也要確保用電安全 這次颱風氣象局針對全臺16個縣市 發布大雨及豪大雨特報 提醒您雨天出行留意自身安全 發射外山黃盛新北市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